The set of real numbers,no就是number,no就是number的一个缩写,加s就是numbers,你当然知道是时数嘛,real number,时数,那这个时数呢,可以说是整个时线上面所给的这个数字, 那在时数来说,我们当然有,这个n是什么,先来一个简单的问题,n是什么,自然数,然后呢,q呢,你来说,有理数,那然后是时数,无理数有什么符号,对,那它没有符号的,就是没有符号的,对, 不知道为什么会不选一个符号出来,那但是这个是,q呢,q是quation,quation就是一个商,分数,因为就是有理数是分数,分数就是有一个商,a分之b的那个意思, 那,quation,quation就是商,那个意思,ok, 时数的性质,那我们呢,时数,我们先仔细的去了解时数的一些性质,那以后的东西呢,大概就是从这些最基本的东西呢,一步一步的可以推过去, 那我们在高等微积分,我们是要了解的是所有的根本的一个原理,所以呢,什么东西都要来证的,基本上什么东西都要来证的,那你会看到就是说,我们目的是两个,一个是严谨,第二个系统化, 哦,我们就通过我们的一些定理,整个我们所知的一些微积分的基本的性质,以及于微积分基本定理,都可以给它很完整的去给它说明的, 哦,那大家,呃,你慢慢下去你就会知道,那,呃,呃,对,呃,这个是整个完整哈,整个,整个原则,就是我们要严格,啊,那,然后呢,我们要系统化, systematic, 那,以至于严格,刚才所说的是两百年之后的事情,对不对,那有几个人,就是将这个严格的事情呢,做得非常好, 哦,那,特别就是Koshi,柯西,啊,大家在高中的时候已经碰过了,柯西呢,1789到1857,柯西是法国人,这一年是法国大革命,那,另外呢,这个是法国大革命, Wirestras,哦,这个,他Wirestras是德国人,哦,他也是很有趣的,他是,呃,他原来是一个中学的老师,那一直呢,很有兴趣做研究,后来呢,40岁他在当教授,哦,算是一个所谓的玩起步的,哦,的一个数学家,哦,那一般数学家都很多,都是像高师啊,那些都是,啊,一少年就很出名的了嘛,哦,都是,都是天才型的, 哦,但是他不是,他是玩起步的,哦,那还有中间还有一个Riman,黎曼,我们的积分啊,也叫黎曼积分,哦,黎曼,那黎曼和,黎曼 sum,哦,那,呃,他是,他就是其中一个天才型的了,哦,就是这三个人,将这个严格化这个事情呢, 做得非常完整,那以至于我们后来的,呃,会更,更,更了解,当然呢,呃,呃,这三个人呢,呃,呃,的工作呢,基本上就是 Epsilon Delta,以及于积分啊,的一些理论,至于那个所谓的,刚才所说的那个,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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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已经讲了, 就是说我们要了解识数的一些基本的性质, 第一个就是说它可以有加减乘除, 特别的话呢, 它有一个欲, 这个是所谓的一个代数的性质, 这个欲, 意思就是怎么样子呢, 它有加法跟乘法, 而这个加法跟乘法呢, 是满足了一些好的条件, 怎么说, 就是对于所有XY在R里边, 它都加法一定要在R里边, 乘法也在R里边, 我们都不写这个XX的了, 都是点的了, 或者是甚至不写, 那现在是你们是大学生, 当然很习惯这些符号, 那任意两个时数, 它们加跟乘都会在, 而不止, 而且呢, 这个加法跟乘法呢, 满足了一些好的性质, 我们在中学里边呢, 大概应该有听过就是说, 比如说什么结合率啊, 交换率啊, 那些东西, 那都是时数有的好的性质, 那比如说结合率是什么, 就是X加Y加Z, 跟X加Y加Z, 哪一个先加, 没有关系, 那这个叫做associative, 结合率, 结合率, 结合, 那然后呢, 0加X, 就是X, 或者是X加0, 都是X, 这个0啊, 就是它有一个特殊的元素, 0呢, 相当于就是说一个, 我们叫做单位元, 如果你大三学代数的话呢, 你对这些东西呢, 就会更熟悉, 我们都是比较抽象的去考量, 就是说时数就有这些性质, 那将来后面的一些, 更深入的一些, 一些我们的证明的时候呢, 就需要用到这些性质的, 所以呢, 我们要先说, 那这个是我们叫做所谓的identity, 那然后呢, 还有就是说, 好了, 这个identity呢, 我任何的一个X, 我都有一个元素, 在时数来说, 这个元素呢, 我叫做负X, 使得呢, 加起来呢, 就是等于0, 那这个叫做所谓的逆元素, inverse, 还有的, 就是那个交换, X加Y跟Y加X, 也一样的, 这个叫commutative, commutative, 这个是交换率, 这个是交换, 交换, 那所以, 对于加法来说呢, 它有四个性质, 有四个性质, 都是我们熟悉的, 乘法呢, 也一样, 类似的, 乘法有交换率, XYZ, 先乘XY, 还是先乘YZ, 是一样的, 那然后, 乘法也有一个所谓的, 单位元呢, 就是, 什么东西乘X, 都是X, 就是这个1, 它乘什么X, 任何的一个X, 都是等于X, 那, 当然呢, 反过来也是一样, 那个次序是不重要的, 主要是因为, 我们也知道, 就是, XY跟YX呢, 是一样的, 它们也是满足交换率, 然后, 这个逆元素的存在, 也是OK, 就是X乘一个元素, 要等于1, 那这个元素呢, 就是X分之1, 当然呢, 这里有一个条件的, 就是, 所有的时数呢, 都OK, 除了0, X不可能等于0, 0呢, 这个导数呢, 就不一定会存在了, 那, 其他的时数都OK的, 我们就是时数呢, 就是要满足这些, 所有这些, 所谓的好的性质, 还不止哦, 所以加法, 有好的性质, 乘法, 有好的性质, 那他们的互动, 也要有好的性质, 互动是什么, 互动就是, 这个所谓的, 分配率, distributive, 就是分配, 分配率, 这个distributive property, 是怎么说, 就是X乘以Y加Z, X乘以Y加Z, 是等于XY乘以XZ, 这个又是时数的, 另外一个好的性质, 那, 就是加法跟乘法的, 那个配合, 也要好的, 这些所有的性质呢, 在代数上面呢, 满足它的话呢, 就是, 一个, 我们叫做Fill, 一个欲的东西, 有了这些性质以后呢, 我们有以下的一些, 有趣的, 一些性质, 我在这里呢, 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有趣的, 当然有很多有趣的性质, 但是特别呢, 是以下的, 是有趣的, 最主要就是说, 复复得证, 大家在国中, 当然有学过, 那个, 正复数的乘法, 搞不好小学已经学了, 那, 为什么复复得证, 大概老师会讲的, 我, 复数, 乘零, 复数乘一个大于零的, 就是等于复数, 然后零的时候是零, 按照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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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 整个趋势, 那到复的时候呢, 就变证了, 不然的话怎么解释呢, 那现在我给大家一个解释, 如果他要满足这些, 这些, 这么好的性质, 他最好, 就是复复得证, 我要强迫他复复得证, 那大家来看一看, 首先, 我们来看一看, remance, 我喜欢用这个字, 住, 那, 第一个, 就是, 由于这些性质, 我们看, 任何X, 乘零, 是多少, 任何一个时数乘零, 不是零吗, 我们来证明这个事情, 一定是零, 我这里没说啊, 我这里只是说, X乘零等于X啊, X乘零是什么, 没说呢, 我没说啊, 但是, 有这些性质的话呢, 一定是零, 为什么, 因为, X乘零等于X乘零, 加零, 就是零吗, 不是吗, 所以, 零加零就是零, X乘零, 这个零呢, 就是零加零, 对不对, 哦, 那, 然后分配率说呢, 就是, 它是X乘零, 再加X乘零, 分配率告诉我们, 哦, 那X乘零是什么数, 我不知道, 但是呢, 它一定是一个时数, 够了, 那我就可以消了, 基本上就是说, 我左边减掉X乘零, 右边也减掉X乘零, 那, X乘零减之几, 相当于什么叫减之几, 加上它的逆元素, 就是零, 然后这边呢, 扣掉一个X乘零呢, 剩下来就是X乘零, 这个就是结论, X乘零, 一定是零, 第二, 负负的正, 最经典的就是, 负一乘负一, 就等于正义, 负负的正, 对不对, 最代表性的就是这句话, 负负的正, 这是重要的一句话, 那我们实数的一个结构, 实际上很难解释的, 但是呢, 用代数的关系来给它解释呢, 是非常漂亮的, 我们来这边写, 是怎么说呢, 是刚才X乘零等于零嘛, 负一乘零, 不是就是零吗, 一定嘛, 对不对, 前面所说的, 然后零呢, 是等于一加负一, 什么叫负一啊, 负一就是加在一上面啊, 使得它是零嘛, 零就等于一加负一, 分配率, 负一乘一, 再加负一乘负一, 是不是, 负一乘一是多少, 负一乘一, 跟一乘负一是一样的, 当然是等于负一嘛, 这个负一就是X, 这个负一就是X, 那所以, 这个是等于负一, 所以, 不是这样子吗, 做完了, 为什么, 因为负一加一不是零吗, 而负一加这个东西, 又是零啊, 所以, 它可以不是一吗, 一定是一啊, 它一定是一啊, 那负负得正, 所以从这个代数结构里边, 我们可以推导这个东西的, 精不精彩, 我觉得蛮有趣的这个, 对不对, 这个是有趣的, 就是我们, 所以这个就是抽象处理的一个好处, 你假设它有一些好的性质, 结果呢, 一个个你熟悉的东西呢, 慢慢可以退出来, 很漂亮, 系统化, 就是这个意思, 那所以这两个是有关运算的一些有趣性质, 事实上还有其他的, 但是呢, 我就挑这两个, 来给大家欣赏一下, 那我要挑到第二个, 性质了, 没有很多性质, 你以为实数有很多性质, 没有, 我们呢, 归纳出大概四个性质, 这个是第一个, Full properties, 第二个是, 这个Full properties, 现在大约就是代数的性质, 加减乘除, 运算的性质, 应该这样子说, 它是运算的性质, 然后呢, 第二个, Order properties, Order是什么, 序, 大小关系, 序, 就相当于就是, 我们讲就是, 任何的两个时数呢, 事实上呢, 都可以比较的, 可以有, 有A大于B, 或者是B大于A, 或者是零, 或者是相等, 那, 然后, 它们也有一些好的性质, 是这样子, 所以, 我们呢, 就会有所谓的, 大于, 或者是小于, 之间的关系, 那, 这个是, 严格来说是大于等于, 对不对, 大于或等于, 是这样子, 那, 我们就是, 有以下的性质, 实数上面有以下的性质, 对于所有的时数来说, 对于所有的时数来说, 我们有三个性质, 第一个, X大于等于Y, 弱且为弱, 这个, 我们说, 两个时数, 有一个大于等于的关系, 那, 相当于就是说,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就是, 我们做了运算以后呢, 它是在, 事实上就是在这个实现的, 右边, 简单来说是这个样子, 那, 这个好像, 不是很简单吗, 这些我们在国中的时候呢, 大概都会碰过, 那, 你也可以说是定义, 就是要, 我定义好, 就是说, 我们时数呢, 就有一个集合, 它是, 所谓的右半边, 它就是, 所谓的, 这个集合呢, 就是非负的, 时数的集合, 那, 我说, 两个数, 有这样的关系的话呢, 弱且为弱呢, 它们X扣掉Y以后呢, 就是在右边, 可以这样子看, 那, 怎么解释都可以了, 这个, 我想是非常直观, 那, 然后, 我再来另外一个直观的, M的, 什么叫做, 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一个定义, 什么叫做, X大于等于Y, 就是等于那个定义, 然后, X大于Y, 又是怎么这种子, 就是弱且为弱, 这个是绝对大于, 就是它有这个关系, 而且呢, 它又不等, 所以呢, 如果不等的话呢, 它就是绝对, 这样子一个定义呢, 可以看成就是, 你就将绝对不等号, 跟这个, 大于等于不等号, 就是那一个非常严谨的, 一个关系出来, 所以这个可以看成是定义的, A部分, 那B部分才是性质, 这些大于等于的性质, X大于等于Y的话, 就会imply, 我随便加一个第三个, 我随便加一个第三个, 时数, for all Z, 那我不写那么多了, for all Z, Z当然是一个时数, 事实上这个呢, 可以用这个就推得出来了, 但是我给它写出来, 我给它写出来, 那还有另外一个, 就是, and, X乘Z, 也是要大于Y乘Z, 所以我有第三个时数, 给它加上去, 或者给它乘过去, OK吗? 不完全OK, 这个Z, Z要大于等于, 这个才OK, 我们要乘正数, 这个不等关系, 才会是保持的, 严格来说, 应该乘非负的, 零也可以啊, 因为我可以, 要求它等于零, 是这样, OK, 那, 这个是AB, 就是有关这个旭的性质, 在实数上面, 我们还有一个旭的性质, 还有第三个, 第三个是, 某一个程度来说, 是最重要的, 基本上就是说, 任何XY, 我都可以比较的, 而且呢, 我们有这个, 它满足这个所谓的, 三一定律, 三一定律, 就是, 你XY呢, 一, 就是, 这个, 或者是, X等于Y, 或者是, X绝对小于Y, 就是这三个, 其中一个, 而且只有一个, 是成立的, one and only one, 这个性质呢, 我们叫做, 所谓的, trichotomy, 就是, 时数呢, 满足, satisfy, the set of real numbers, satisfy this trichotomy, 这个叫做, 三一定律, 是这样, 这个就是所谓的, 序方面的, 性质, 排序方面的性质, 那就是, 时数一定要满足的, 就是这三个, 三个部分, 那, 有了这三个以后呢, 我们也有一些, 所谓的, 你可以看成是推论, 推论, 第一个, 是, 任何的, X, Y, Z, 在R里边, X, 是不是小于等于自己, 因为它减自己等于零啊, 等于零的话呢, 事实上也满足它是, 大于零, 大于等于零, 所以呢, 它会满足这个东西的, 那然后, 这个是会对的, 然后呢, X小于等于Y, 而且, Y小于等于X的话呢, 那, X小于等于Y, 相当于就是, X绝对小于Y, 或者是X等于Y, 是这样子, 那, Y小于等于X, 就是Y绝对小于X, 或者是Y等于X, 但是, 因为三一定律呢, 我们知道就是说, 只有一个成立, 就是这个, 这两个共有的那个选项呢, 事实上是这个, 其他那个呢, 是大家互相排斥的, 是不是, 那, 第三个性质, 就是这个, 第三个性质是这个, X小于Y, and, Y小于等于Z, 就会导致什么, 我说就会导致, X小于等于Z, 我现在在做什么, 你们看到吗, 这三个性质有什么特别, X小于等于Y, 而且Y小于等于Z, 就是X小于等于Z, 这个是跟等价关系, 是差不多的一个性质, 叫做order, 是一种关系来的, relation, 它就是, 自己, 要小于等于自己, 然后呢, 这个性质呢, 就是所谓的反对称, 你不能, 不能, 不能, X小于Y, Y又小于等于X, 除非它们是同一个东西, 然后呢, 这个是叫做传递, transitive, 听过吗, 是这个样子, 那这个为什么是对, 这个是可以用这个性质是推导的, 就是利用A来做的, 因为, PF是Proof, 那X小于等于等于Y, 事实上是弱且为弱, Y减X大于等于0, 那Y小于等于Z, 也弱且为弱, Z减Y大于等于0, 那两个都大于等于0, 它们相加, 也要大于等于0, 是不是, 两个都大于等于0, 它们相加也要大于等于0, 为什么, 你是重复的利用这个性质就OK了, 重复的利用这个性质, 就是说Y减X再加Z减Y, 当然就是等于, 再来一次, 我说Z减X就是等于C减Y再加Y减X, 不是吗, 这个一定对嘛, 这个Y就消掉了, 这个结合率, 我们可以先算中间的一个部分, 然后, 然后, 这个是大于等于Z减Y加0, Y减X大于等于0, 然后, 就等于Z减Y了, 但Z减Y也是大于等于0的, 那就是一步步告诉大家, 就是说, 两个非负的东西加起来也是非负的, 那就表示说, Z大于等于X, 这个按照定义就有了, 所以这些都是, 所以这个是一个, 换句话说, 就是说, 你没学过, 你可以不管这个, 如果你学过的话, 我是给你印证, 就是说, 我们现在这些, 这些order property所满足的条件, 是, 就是一个所谓的order relation, 就是一个序关系来的, 如果你没学过的话, 就也可以不管它, 那个没有太大问题, 但是这些都是对的了, 有这个序的话呢, 我们这些所谓的开区间跟B区间, 就很清楚了, 在实数上面, 我们就是, 什么叫做AB开区间, 就是所有的X在R里边, 它满足就是, X大于A小于B, 所有的这些点的集合, 就我们就叫做所谓的, AB开区间, 就是Open Interval, 那, 当然有B区间, 就是, 是, 是, 是所有的X, 它是大于等于A, 小于等于B, 就是B区间, 那, 这个, 就是, 你可以, 至上这两个是, 可以看成是定义, 我们在一维上面呢, 对函数呢, 基本上都是定义在开区间跟B区间的, 大概是这两种, 接下来呢, 是绝对值, 我这个当然, 我刚才讲过了, 这个是定义, 就是, X的绝对值, X当然是时数, 它绝对值, 那, 我们事实上呢, 是要测量它跟原点的那个距离, 那这个距离呢, 呃, 代数上怎么样子去, 去严格的去表述, 这个直观的话, 就是它是距离, 那, 呃, 这个当然大家也很熟悉了, 就是说, 如果它大于等于0的话, 它就是X, 它小于0的话呢, 就是负X, 哦, 是这样子, 哦, 这个是定义来的, 哦, 所以, 呃, 这个定义呢, 就是, 呃, 可以看得出来就是, Distance from, of, between X and 0, 我不管你是, 你是在0, 远点的右边还是左边, 呃, 我就是要测量那个距离, 呃, 呃, 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呢, 就可以做到, 呃, 呃, 那这个距离呢, 呃, 当然是非负的, 呃, 呃, 这个距离当然是非负的, 呃, 呃, 当然也要正啊, 呃, 也要正的, A, 就是, 这个距离啊, 是大于等于0, 好, 我们弄完这几个小的, 那就, 就OK了,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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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大于0, 呃, 为什么它是大于0, 因为负X加X是小于负X加0是等于负X, 是不是, X小于0嘛,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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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不等号就是成立的, 呃, 这个不等号是成立的, 那然后呢, 呃, 它就是等于负X, 那, 而这个左边呢, 这个是等于0, 呃, 负X加X就是等于0, 所以, 我得出来的结论就是说, 得出来的结论就是说, X绝对值就等于负X, 就是大于等于0, 不是大于等于0, 是绝对大于0, 好, 这个, 呃, 这个反过来的一个, 一个符号, 好, 那, 呃, 所以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性质, 同理呢, 我有呢, 就是说, X绝对值呢, 要大于等于X, 哦, 呃, 这个道理跟这边是, 是一样的, 哦, 道理跟前面是一样的, 就是如果它是, 本身是大于等于0的话呢, 就相等了, 所以这个是没有问题, 我害怕是这个, 但是刚才已经做了, 呃, 有这样子的一个一个性质的话呢, 就OK了, 因为呢, 就是说, 如果X小于0的话, 如果X小于0, 就会imply呢, 就会imply呢, 就是负X呢, 是大于0, 而0又大于X, 所以, 呃, 我就有, 这个负X就是等于X绝对值, 所以呢, 它最后是大于X, 当然, 就表示说它是大于等于X, 哦, 那我们就, 呃, 这个命题呢, 就给它讲清楚了, 哦, 那还有, 绝对值还有两三个小命题的, 那我们呢, 星期四的时候呢, 我们再来继续, 我们今天呢, 就是介绍了两个性质, 一个是, 呃, 时数的性质, 一个feel, 一个order, 哦, 那, 呃, 星期四的时候呢, 我们会再介绍两个, 哦, 那就, 最后第四个, 才是重要的, 哦, 才是, 一个比较新的, 这些都是, 大家应该是熟悉的, 一些性质, 好, 今天就到这里, 里,